HELLO 我們延續上一次做這個湯匙的案例 我們把它延伸把它做成叉子 這個叉子你可以發現它的比其實是都一樣的 所以大概從這一段開始 所以我先切到subd 我把這一段這樣選起來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就是跟這個地方是完全都一樣的 我們上一次做的湯匙在這邊 你前面就很大膽的把它刪除掉 我們就透過這個造型的柄 去延伸出我們要的叉子的造型 我這裡有一個先做好的 我可以大概去模擬一下這個輪廓 如果說你自己憑空去想像這個叉子的形也可以 那我就大概先把這個畫面先留在我們的腦海裡 我們等一下就畫這個雛形 OK喔 那我大概是抓一下這個比例 大概是到這裡 就畫這個曲線 那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subd這個選取過濾去把它關掉 讓它回到我們正常的選取狀態 好 那這個地方我是不是這個叉子的左邊 或右邊都可以 反正就看你怎麼看 那反正我就把它近射到對面 近射 然後起點是0 或者是你選這個S軸都可以 就這樣把這個叉子就做好了 這個叉子的外側輪廓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先調整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比例是不是我喜歡的 好像可以 那我這個稍微再往旁邊拉寬一點點 好 那我就不要去看我的叉子了 反正大家條件可能都一樣 好 那我接著從前視圖這個地方 那我去調這個控制點 好 我從這個下緣開始 因為我們做的是這個下緣 那我就把這個線這樣調 然後這個地方我就往下彎 這樣這個叉子的形狀是差不多 這個地方我覺得控制點太少了 所以我在這裡再補一顆 好 就在這邊插入一個控制點 隨便插哪一條線都可以 反正等一下我們再 它現在是插到這一條 那我們就把這個條刪掉 等一下再淨射一次 那我先調整一下它的控制點的順暢程度 大概是這樣 好像太彎了 把這個控制點拉高一點 大概是這樣 這邊稍微再往上抬 這個地方我想讓它維持直線 那所以我的控制點就稍微拉一下 大致上是這樣 這樣順過去 那我們切到透視圖看一下 然後上視圖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這裡插了一顆點 所以它這個形狀可能會有點跑 那我們就自己把它順一下 這樣就好了 然後把這條線再重新進射一次 X軸 就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條線當作我們的基礎輪廓 我們可以先利用這個曲線工具 這裡有一個在兩條曲線之間建立均分曲線 這寫的很白話 就這樣建立均分 那這個數量呢 就是我這個叉子的尺狀嘛 所以我先用10看看 10好像太多了 我用8好了 8我看一下 我們大概是這一塊 最外側最外側開始 我先把它框起來 我們看一下這樣 這個叉子的數量夠不夠 咦好像框錯了 我再重新框一次喔 我直接把線 這邊修剪掉就好了 這個地方是我們叉子的尾部 那我就這樣修剪掉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然後哪一個地方連起來 比如說這個地方連起來 這個地方連起來 這樣 好 那差不多 那我剛剛是用幾個數字 我再給大家提示一下 這一條跟這一條 用八個 好這裡有個八個 好 好 那這個地方我就不封了 因為這個只是我們參考用的線稿而已 好我先把這個地方先鎖定好了 鎖定 好就這樣把這個線鎖定 然後這兩條線呢 因為我要變成subd的狀態嘛 因為我現在只有曲線 那我要把它變成subd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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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d的狀態 subd的物件 然後這個地方用什麼工具 這工具大家很熟悉喔 就是我們rino裡面有一個叫做放樣 兩條線就可以成為一個放樣的曲面嘛 那subd也是一樣兩條線就可以成為一個放樣的subd 然後所以好 它的subd的選項長這樣 好 來看一下這個幾段 好你要看到 誒 剛好跟我的這個 八段是不是跟我這個尺狀很接近 不謀而合 所以我就用八段好了 那你要再 誒九段剛剛好 好八段也可以 就是看你要幾段 好就是看你有幾個尺 反正九段剛好一模一樣 那我就用九段 那這個地方 邊邊是角 好 你看它這個地方都會變成角 好 反正這個可以後續編輯啊 那我就剛好這樣就吻合 我就選角 然後瑞編呢 因為我現在這個地方 選瑞編跟沒有瑞編其實你看不太出來啊 然後他就覺得好像差不多 那我們就選角就好 那封閉這個地方 封閉是頭尾啊 因為我現在只有兩個 所以他就 兩個就是一個平面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需要封閉 好 這樣做好之後長這樣 好 那接著呢 這個面要怎麼跟這一個 好我講 Mesh好了 我都會講習慣講面 這個subd要怎麼跟這個subd 這個東西要怎麼合在一起 就用 先給它厚度 先給它厚度 那給它厚度之前你可以看喔 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工具是這樣 我在這裡先旁邊示範一個 比如說我在這裡抓一個圓管這樣 好我把這個地方先把它 delete 掉 好這個面 delete 掉 然後呢 我在旁邊做一個圓管 也是一樣做一個圓管 可是我做成 數量是四個 好為什麼要四個 我等一下解釋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 delete 掉 好稍微轉一下 我這個就純粹解釋一下這個工具的觀念而已 好很快 大概兩分鐘就講完了 好就是這樣 把它稍微轉一下好了 轉好 好 這裡是不是 我稍微把它尺寸比例稍微抓的接近一點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就這個洞跟這個洞想要把它 銜接起來 把它混接起來 我們rino叫混接曲面嘛 subd也有一個工具叫做 橋接網格或subd 所以 它按下去之後選第一組 你就點這裡 好 點這裡之後你可以點兩下 它會變成一個環形的 OK 然後enter 再點這裡兩下 它就環形了 enter 它就自己去對應 好 這個是一個重點 你看它就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混接 subd的混接是這樣做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當這個網格的面 subd的面 數量不匹配 數量不一致的時候 你看我先把這個點 往上拉 好這樣就看得出這裡是五邊的嘛 對不對 這裡是四邊 這樣看得出來 那一樣我再橋接一次 然後選這裡對這裡 你看它就寫說 橋接端必須有相符的邊數數目 好 好了理解了 這裡看一下 這一個地方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嘛 六邊形 那我這裡有幾個 你看這裡多囉 一二三四五 反正很多 那如果長厚度之後 是不是更多 所以這裡有一個偷懶的技巧 我就先把這個地方 先Ctrl Shift 不然你就用那個 過濾去 選取的過濾去 先把它delete掉 這樣是不是一個 一個面 那這裡是不是一個 這裡是不是一個 因為等一下我長厚度 側邊是不是有一個 然後最上面 長厚度的最上面 也會跟這個地方是相同的 所以我其實這裡 只要畫一刀就好了 用這個上次 我們叫插入點至網格 或SubD 然後點一下 然後在終點 這裡鎖終點 然後這地方是終點 OK 它這個就跟這個對應好了 好 反正對應好之後 其實這個也用不到 再這樣把它delete 然後一樣 也是一樣插入這個頂點 對這個終點 好 那其實如果要橋接 你用這一小段接不好看 所以其實這一段也可以刪掉 其實這個線不用畫那麼長 只是為了讓你覺得 這樣可以接順的線條 讓你去做設計這樣 OK 然後這一段呢 跟這一段要怎麼接 先給厚度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偏移SubD 選這個物件 Enter 那這個厚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就試試看嘛 先用1 然後這裡先給 預設是實體喔 我就這樣 1好像太薄了 所以這樣看起來 比例應該是 4 4太多了 我用2好了 2就好 反正這前面會變薄嘛 這個地方不管它 醜的地方不管它 我們等一下再整理 好 那這兩個面 Ctrl、Shift 選起來 Delete掉 那接下來的條件是不是相當 這樣的條件是相當 1、2、3、4、5、6、6個點 好 這裡也是6個點 6個邊 6個點 所以我就用這個橋接工具 在這裡 橋接 然後 選這裡 點兩下 環形 Enter 再點兩下 Enter 好 那這個它自然 狀態我就不去處理喔 它這裡可以設定分段數 那我現在就不需要 我這裡只要補一段嘛 剛剛好就我剛剛刪除掉的那一段 然後這是平直度 因為現在看不出來 你看喔 如果這個 這樣就會有感覺 段數越多的時候你就看得出來 那只有一段你要 你要它有什麼表現 沒有表現 所以組合記得要打勾喔 它這樣兩個就會融為一體 好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我們的叉子 的柄跟我們這個線條都做好了 那這個地方它現在是瑞編 因為我們剛剛偏移的時候 可能 我復原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偏移 它這裡沒有特別去顯示說 你要瑞編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放樣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這個地方 就已經設定成 喔 腳 反正沒關係 這個都可以後面 後製處理 那我就復原一下 好 好 好 回到這裡 很多人 Rhyno 不知道 復原跟 這個 這是復原嗎 然後下一個是重做 就 undo 跟 redo Ctrl Z跟Ctrl Y 大家要記住 所以這個很常用 好 然後在這裡我們就開始來整理 我們先從側面這個地方 側面 側面 所以就前序圖 我先調整一下這些控制點 那我切到框架模式 然後我有時候會不小心 因為我操作習慣會按到我自己的熱鍵 然後前面這裡想要接一點 這個地方 漸漸的 從厚變薄嘛 對不對 從厚的變薄的 就這樣 這裡是很厚的 然後這些控制點呢 沒有對齊 我就這裡操作軸 等一下輸入0 0 0 就這樣 可以喔 這個 操作軸對齊的方法 之前已經 用過很多次了 好 然後這些部分我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厚度我稍微再讓它薄一點 再薄一點 好 那前面這個最尖端啊 我就稍微讓它最薄 這裡也稍微薄一點 好 好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先把側面的這個厚薄度先處理好 好 你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彩線模式看一下 然後彩線模式 這個地方很重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那我們先把不要的線先去掉 好 從上次圖看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做一個記號點 那我們就從這一個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 就從這裡跟這裡 我就把它delete掉 這裡這裡 因為這樣有時候每次要按Ctrl Shift很麻煩啊 你乾脆用選取過濾器 如果當你在操作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就滑鼠再點選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用每次都Ctrl Shift 然後大家要變通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插子的基本形態就很接近了 然後這個 中間的這些小面也刪掉 然後這些取 如果覺得太寬 等一下我們再細部的調整 我們先調整一下這個皺摺的地方 好 這個皺摺為什麼會皺摺 因為它這個結構線啊 這個網格的細分這個面啊 然後把選取過濾器去切掉 這個地方啊 沒有對應呢 它這個地方所以就會 反正就是Ctrl Shift 或者是選這個選取邊緣 好 因為我用不到那麼多嘛 我就把它選起來 Delete Delete 啊 可是 剛剛背面也是有啊 這個要記得 為什麼我不要兩片一起選 啊 我這邊它會講一下 兩片一起選會這樣 它會自動把中間的這條橫線去掉 所以你看啊 其實可以用這樣 比較快啊 算了 我直接這樣 八截一點 反正這沒幾條 這樣 點一點 把這個地方 刪掉 好 我們看一下整個形狀 那這個地方先不管它 反正這樣看起來好像 也算 合理自然 那這個地方先 先處理這個瑞編 瑞編 瑞編的這個部分 瑞編把它取消掉 這個地方 整條點兩下 點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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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 點兩下 取消瑞編 看一下我們的效果 OK 好 然後接著接著 把這個線補上 因為它在終點嘛 終點 終點 終點補上 然後這邊也補上 然後這邊也補上 終點 這有時候鎖 鎖不太到 你要放大一下 OK 好 那這個地方好像合理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再來去調 其實這裡還 這一段應該還要再去掉 我們等一下再微調 我們先來處理一下 插子的部分 那這個插子 這因為我想要做半邊就好 懶得做半邊 所以我在這裡給一下近射的軸 選這個點 這樣 然後點一下這裡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不是空的 空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學會 我們剛剛 學到了這個 橋接 網格 或 subd 那就這樣 我這裡用這個好了 選取過濾區的邊緣 好 這樣操作比較快一點 點這個 跟這個 好 這是一個快捷的方法 點這兩個 再按一下橋接 好 它就自動馬上跳出這個橋接的確認鍵 確認視窗 好 如果說正常的操作是要這樣 然後點一下這個 然後選這裡 Enter 再點這裡 這個效率太慢了 所以通常我就這樣 選取過濾區 這裡就不行了 因為你看它把這個地方一起選到 如果你這樣按橋接 我們試試看 沒反應 你看它找不到 所以這個就要巴結一點 就這樣 然後轉過來 Enter 反正很快 這個就大家都當基礎練習 好 然後這裡也是 OK 這樣是不是就封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 瑞編 瑞編我們取消 移除瑞編 看一下瑞編的效果 這邊已經取消了 這條是我畫的線 然後把這個線選起來 線用不到了 選起來 隱藏 好 這個叉子是不是太尖了 這樣 誒說尖也不會啦 就是有點太寬了 那我就反正有近射的狀態 我就開 我先開那個Polygon模式 就是平坦模式 控制點打開 所以我把這個選取過濾器 先關掉 控制點打開 然後這邊調一下 那有些人在調 他喜歡搜外面 這個間距他不想變 那就搜外面吧 那有些人在調 他喜歡搜前面 他這個地方要搜前面 這樣要搜前面 這個地方搜前面 這個沒有什麼對錯 反正就開心就好了 喜歡的形狀 看你想怎麼調就怎麼調 那這個稍微搜一下 然後呢 這個這邊的點是不是就 沒有平均 不過這無所謂啊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調整好 然後這個地方 誒很尖的對不對 啊我覺得尖距好像太寬了 我這樣全部拉起來 稍微 縮一下 啊這裡也要縮一下 這樣才不會很奇怪 OK 看一下比例 這個 餅太胖了 當初我設計這個湯匙的時候 餅太胖了 搭湯匙可以啦 為了讓他同一組 要做成叉子感覺有點胖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這個地方把這個 這裡我覺得這樣太尖 我想要再把它稍微用點 有點 鈍鈍的 所以我再把這個結構線 看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 用這個 插入編圓循環 然後選這個 就往前面 推一下 推到比較靠近這裡 這裡就會比較方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比較方 那這樣是你喜歡的嗎 你就要確認 好 好 比如說這樣好了 反正我可以用平滑模式再確認嗎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 這邊也插到大概的位置 我從上市圖看 這樣看比較 抓到同樣的位置 抓到同樣的位置 這樣就會比較接近 然後這個好像太尖了 太細了 我這邊稍微拉出來一點 連這個點 OK 就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地方你們可以先依照你們的喜好 下去調整 好 那調整完整個 這個 插指前端的這個造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你想要 這個弧度想要墮一點 一樣把這個循環邊 往這邊拉 比如說拉到這裡 沒有點到 拉到這裡 唉 好像 我確認一下為什麼點不過去 這裡應該可以啊 啊 是不是因為我做的是另外一邊 做的是近色這一面 對 然後你看 好 這樣這個地方就會比較方一點 那方一點會不會比較好看 那你們就憑感覺自己決定啊 就這樣 好像比較稠啊 好 就這樣啊 把它回到原本的狀態 啊 這個subd的操作都很自由啊 來啊 我們這裡 處理一下 這個地方處理一下 因為這一段這樣不好看啊 所以我把這幾個邊緣 一樣也再把它去掉 我這樣做半邊就可以啊 好 OK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我們先把中間這一條邊緣先插進去 好了 我就先插中點 中點 我們先看一下這樣的狀態 OK 因為這個中間這裡有一個正中間的這個線 是為了跟後面對應啊 那如果說你不要補中間的這條線 也是可以 這裡也是可以不補 可是你就要收在這個某一段 好 我把它復原了 我就不補好了 補的話連對面都要一起補喔 那你就把這一段 好 就收在這裡好了 就收在這一段 那這個地方 這麼複雜的狀態怎麼處理呢 有些時候你不處理 看起來好像也蠻合理的 那你就放這樣吧 好 其他地方才是造型上才是重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其他地方也調整好之後 我們再來慢慢看一些其他的細節 像這個地方 這個點就外擴了 然後就稍微拉進去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把它收進去一點 然後這樣感覺這個地方就好看 然後這個地方我想要 讓它順著這個地方這樣突然 凹陷下來一點 好 這個地方我想要做一點凹陷的感覺 讓凹陷 然後中間這裡是不是有一顆點 這個點被跑進去了 我就從這個地方稍微抓進去一點 然後這裡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柴線模式 它中間的凹陷的感覺就有做出來 OK 然後對面這個地方啊 一樣皺摺處都要處理一下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 鏡色面是這一邊嘛 所以我就把這裡先 delete掉 然後這裡再補一條 補這個頂點到這個重點 OK 好 那原則上這樣看起來好像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就可以做一個收尾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你想要再做一些變化 你就要去思考說 我這個地方要做一個去修改這個它的分面 像比如說我這個地方其實我有去想說我要怎麼分會比較好 所以我就特別把這個中間再切一條 把這兩條斷掉 所以你看喔 我做一次 我是這樣操作的 我把這一條這樣 因為這個後面沒得接嘛 我就這樣這裡中間切一條 中點 中點 好 然後這一條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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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斷掉 然後你們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好像蠻好看的 而且這個地方方方的 又不會太尖 好 又不會太方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在畫圖的時候就要不斷的去試說這個面怎麼去劃分 會比較理想它的走向會比較好 好 就大概是這樣 這樣好像好像就不錯看 好 那一樣我把控制點稍微調整一下 我用那個框架模式這樣 稍微調一下 這邊讓它稍微 這樣凹進去一點 好 這樣凹進來 好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 採線模式 這樣看起來就不錯 好像太薄太薄 很簡單啊 把這個所有控制點 我就這樣 Shift 這個我不懂 這個我不懂 我的指就這樣 稍微拉一下 OK 這個地方我就是 調一下好了 讓它稍微有點厚度 比較厚實一點 不要說好像變得很薄這樣 這個叉子還沒插到雞腿就斷了 真的去外面吃小吃很常會有這個問題啊 那個塑膠叉子一插下去那個就斷掉了 好 那這個叉子這個案例就講到這邊了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分辨 就是我們這個劃分這個細分局面的這個過程 還有一些疑問就可以試著多練習 然後下一次也是類似講餐具的系列啊 好我先把這個 最後把這個地方做一個結尾 我就把這個 鏡射把它移除 鏡像這個工具在這個按右鍵就可以移除 好 然後呢 介紹 稍微快速講一下 我們這個是subd的物件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要轉成nervous 在這裡有一個轉換為nervous 好 我就選它enter 好 不要把原本的轉掉了 不你這原本都還能調 不要浪費subd的一個優勢 就轉 複製一個新的 好 轉完就會長這樣 那面很多 啊 可是也不至於很醜 比較特別的一個分面的一個狀態 好 那 就這樣啊 那這個就可以送到CNC去加工 好 而且這個原本做出來 它這個會稍微失真一點 可是 理論上 還是很不錯 好 稍微失真一點 可是 除非你在分面上分得很差 好 其實這裡有差 這裡有一點點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新點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這是所謂的 比較集合的這個地方 會變得 比如說五邊面啊 它這個地方沒辦法算得很完美 好 那你就說要再去特別去增加它的分面 比如說 我在這裡再加一個好了 我把它從頭到尾加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這個地方 看 會不會因為加了這條線 分得更完美一點 然後再一樣轉換成Nervous 你看這個分面就跟這裡不一樣了 這個地方應該會好一點 中間這裡 可是這裡是變也是一個新點 所以 反而這樣 你看這個地方 瑕疵又不見了 所以分面這個地方是一個 也是蠻重要的 OK 所以從中間也是可以再加 那你就中間再加也可以 就是看你的需求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就這禮拜就介紹到這裡 大家操作SubD愉快 就先這樣 先這樣 先這樣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這些地方 我們有很多 那些東西 在這裡 這次的意思 我們要來 我們可以做